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投資硬梅公正的硬幣三次 問三次都出現同一面的機率是多少 同一面就是三個都是正的 或者三個都是反的 那三個都是正的機率多少 第一個出現正面的機率二分之一 同時第二次出現正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同時第三次子的話出現正面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是八分之一 三次投三次都是正面的機率是八分之一 同樣的道理 三次都是反面的也是八分之一 它是反面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第二次出現反面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這也是八分之一 所以出現同一面的機率就是同時出現正面 或者同時出現反面 這樣加起來是八分之二 所以是四分之一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學個細 是八分之一 然後是三個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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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八分之一 所以這次就已經是八分之一